住家熱水器太舊換新 舊的該往哪裡去 有些人怕麻煩 直接請業者再走 不過就有民眾跑一趟 賣給資源回收業者 獲得意外收穫 這位民眾分享 他問技師舊的回收有錢嗎 對方回覆 沒有 再走只是純粹方便客戶 沒想到隔日 他自己拿去回收廠 竟然賣了400塊 為此能多吃好幾塊雞排 為何熱水器這麼值錢 原來秘密藏在雞台裡 不過不是全部的熱水器 都能賣到高價 分為兩種回收方式 瓦斯熱水器回收行情 400元起至650元 因為有貴金屬銅 另外也含有鐵根鋁 以台計價 而電熱水器價值相對較低 以塑膠乘重計價 沒有以十幾年前那麼高 現在是慢慢往下 國際貴金屬價格波動 也連帶影響熱水器回收行情 有些人甚至還告訴消費者說 這個我幫你處理掉 還要收你200塊的處理費 我們是會主動告知 扣抵機器的費用 電氣行業者說瓦斯熱水器即便壞了 但剩餘價值仍舊值好幾百塊 若技師當下忘了詢問 消費者在機台換新後 也別忘了多問一句 舊機可否折價不消補 三立新聞黃孟真 吳坤宇 王子瑜 李建營 中部綜合報導 很多人尾 可以說 我們呢 看看 總共 要